我和他在一起十年 十年来 我和他一直吵吵闹闹 分分合合 十年前 我向他求婚 他没有答应 十年后 我又向他求婚 他还是拒绝了我 我不知道我还要再等多久 我现在已经等不及了 我爱他 我希望他能够穿上婚纱 嫁给我 我真的希望这次 他不要再拒绝我 为什么你一再地拒绝我 一段十年的恋情背后 到底有一些怎样的隐情 让这个女生至今 还是犹豫不决 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吕先生 37岁来自江苏 公司职员 女嘉宾刘女士 42岁来自江苏 也是公司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42岁一直单身吗 我是遗忆过的 有一个儿子 跟我在一起 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从部队转业回来之后 经常会去我一个邻居家去玩 那段时间他也正好也在那边 然后在一块没事会经常聊聊天 互相会聊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时间久了之后呢 我们在一块就是说 关系就熟了 他一个人在外面也不容易 一个女人带个孩子嘛 很不容易 我会经常过去照顾他 然后时间久了之后 可能是那时候 心里面已经爱上他了 我很直白地跟他说 我已经爱上你了 然后呢 我们俩就在一块 但是在一块之后 时间久了 我就跟他讲 我们俩结婚吧 他一直在跟我讲 不可以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时候 我刚离过婚时间不长 那而且那个我还又小 我这句话我也 我孩子考虑吧 我刚从一段 不幸的婚姻当中走出来 我这么可能 就这么容易 很快地接受第二段婚姻啊 我问一下吕先生啊 三十七岁 你结过婚吗 没有啊 我当时说 我到时候一直是一个 没有结过婚的人 因为是邻居嘛 是吧 家里人知道吗 家里人对这个事情 肯定是有一些看法的 因为老一辈的人 都是比较传统 他又是离过婚的 又是带过小孩 而且年龄比我长了五岁 当时跟我求婚 我不同意 为什么不合理结婚啊 不就是因为 你家人不同意吗 我家人不同意 就可以理解啊 你家人不是嫌弃我吗 比你大五岁吗 你家人做得也太过分了吧 您知道我们俩之间 有一段感情 然后还就是 偷偷摸摸地托人 把他介绍女朋友 家里边的亲戚朋友 是给我介绍过女孩 但是我没有同意啊 我一直都没有同意 我反而心里边 一直在装着你 那你为了跟他结婚 做过什么努力呢 之前我跟他讲过 家里边不同意 那么好 我斗胆地 做这样一个举措 家里边既然不同意了 我们俩先做这样一件事情 先生孩子 把生命走成熟犯 这会狠啊 我没命名分 就跟你生孩子啊 我又不是没孩子的 凭什么叫我 没命名分 跟你生孩子啊 因为之前跟他 谈过这些问题之后 让他跟我结婚 不可以 让他替我生孩子 也不可以 那么我就选择了分手 分手的时间不长 然后我就认识了 另外一个女孩 那段时间 我正好在做穿菜馆 这样一个生意嘛 做了有 时间也不算长 有一年半不到两年这样 然后钱或者说杂七杂八蛋 全部被女的卷跑了 等于被骗了 最后还不是我帮你吗 等于那个女的 把她钱打走之后 你去帮她了 对对对 确实那个时候很困难 那段时间是她帮助了我 而且让我度过的那种难关 在那个问题上 我特别感谢她 这段事情过后 我用了一段时间追求她 我没有重修旧号 是复合在一起的 但是在一起的感觉 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不合一扣 我之前是什么样 现在还是什么样的 冒合神不合那种感觉 找不到以前的感觉 她对我那种好了 有的时候 我找她们打她电话 或者干嘛她都不接 我现在在那边比较忙 我忙我自己的事业 我要在那边和我的客户 还有我的那什么同事 在一块谈工作 这是理由嘛 那打你电话不接 你说忙忙 我可以原谅你 那为什么朋友在一起聚会 人家有的带老婆带女朋友的 跟他们说儒啊 是我爱情继续女朋友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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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